每年到了冬至的时候,很多地区都会吃饺子,不过很多人吃都是为了遵循传统,并不知道吃饺子的由来 冬至吃饺子的由来,我们最常听到的说法就是关于东汉末年的医生张仲景 相传,当时张仲景出任长沙太守,一年冬天他去南洋探亲 在白河岸边看到很多穷苦的老百姓都衣不避体,手脚伸了洞窗,有的甚至耳朵都冻烂了 张仲景心有不整,希望用自己的医术来帮助这些老百姓 于是在冬至那年,他让人在空地上搭了棚子,摆上一口大锅 然后将辣椒和一些驱寒药材放在锅中煮,煮好后将羊肉切碎 用面皮包成耳朵的形状下锅,分给讨药的人们 人们吃了娇耳,浑身发热,耳朵也不冷了 此后每年冬至,人们就会包饺子吃 用来纪念张仲景的医术和功德